哦,那你再接点新的 踢球踢肥 要紫去踏棍 确认一下情况 刚才我去上厕所好像有点见红 所以说我现在有点紧张 然后我预产期是明天 现在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始公缩 因为现在的情况就是只是有点见红 我但是生小包子的时候也是先开始会有见红 然后之后才开始慢慢有公缩 然后公缩变得比较规律 但是因为这是第二个孩子 所以说医生那边也是说 他说这个产成应该会比 就是生第一个孩子会快一倍的速度 所以我现在就是刚刚去上厕所 然后发现了见红了之后 我们现在正在吃午 养精蓄锐 我现在把这个饭先吃饱 然后我就等着今天下午看 会不会今天下午会有公缩的情况 我刚才给包子哥打了个电话 因为他们今天团队在市中心有活动 所以说他现在市中心那边 医生是给我讲的是 如果工作的情况会到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左右 每十分钟会有一次公缩的话 就让我去医院了 当时我生小包子的时候 是需要到每分钟 就是每两分钟一次公缩才去 但是这个第二个的话 因为它会比较快嘛 所以说就每十分钟 工作一次就让我去了 现在我准备先吃饭吧 一会儿如果开始有规律的公缩之后 再告诉大家 生小弟弟到医院去生小弟弟 今天晚上婆婆爷爷带你睡觉好好不好 好不好 妈妈妈有可能会去医院哦 但你有可能不去 妈妈有可能会去哦 妈妈一会儿看有没有公缩 如果肚子痛了 如果妈妈去的话 你就跟婆婆爷爷在一起好不好 好不好乖乖 这个包包里面是我给这孩子准备的一些毯子 衣服啊那些厚的衣服 因为最近比较冷嘛 然后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穿上 还有下面有些薄的衣服 还有一些抱贝啊那些 然后这个里面是我的一些东西 但我的东西我都准备的很简单 其实里面我带了尿布 但我记得在医院应该有 他们那边是有尿布的 所以说我带了一个这个 这个防疫乳垫 就是有可能比如说我开始喂奶啊 这些然后下面有一些湿巾 就基本上就完了 就我打算一会儿再找一下 我的那个吸奶器 因为我不知道就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有可能他的吸运能力 就是如果他比如说 我如果有奶的话 我可以用那个吸奶器吸出来嘛 现在是下午三点过 我现在都还没有开始工作 包子哥已经从市中心回来 他们今天早上团队在那个 在那个市中心开会 然后他去了这一家蛋糕店 他跟我买了一个这个 这个是 这个蛋糕店是芬兰的 一个非常老的 一个1852年开的一个 应该是芬兰最老的一个蛋糕店 就赫尔兴基区 大家如果来旅游的话 其实可以去来看一下 他打包了一个这个蛋糕 这个叫做布达佩斯 这个它外面是那种特别酥酥的 里面有橘子还有奶馅 这个超好吃 这个我们现在要买了四个 一人一个我们要准备吃这个了 它里面有那个花生酥 然后还有橘子 就有点酸酸甜甜的那种 这个妈妈做的蒸菜 蒸排骨 哇豆豉蒸排骨 好香啊 这茄子 茄子炒肉 这是我们昨天在那 楼火超市 我们买到一个 有点像中国的那种皮 品种的那种细长的茄子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因为芬兰的茄子普遍 这个皮会稍微厚一点 哇这还有这个肉 这太软了已经 我们现在还在家里面吃晚饭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反应 还没有开始供缩 所以我们现在在家吃晚饭 不知道今天晚上会不会有 就我妈炒的茄子 小包子 小包子 小包子在吃 小包子在吃饭 味道怎么样 好吃吗 好吃的吧 对小包子把今天的饭 全部都吃完了 都超好吃今天的 对你看 对看看给大家看 你要给大家看是不是 是不是 你吃完了 你吃完了 你看你这 你看你这 好臭 你不要这样子了你 故意丑化自己的形象 你看头上今天 今天骑自行车的时候 撞了一下 头上特红红的 痛吗 我在那外面撞到的 嗯 那你下次要小心点 没有波浪 我被你了 你在吹泡泡的时候 撞到 好吃的吧 你吃什么辣好吃的 你给大家看看 这个是什么 小番茄 剩女果是不是 我给小包子开一个吃播的 吃播的蓝布 大家要不要看 这么看我们小包子吃饭吧 那个又是什么 耶 每个你倒显摆一下 那个又是吃了什么嘛 干饼饼 今天好玩哈 今天 这回又吃的是什么 吃了一个又一个你今天 你就会吃的是什么 哇 对 我们吃的梨子 甜甜的 嗯 甜甜 哦呦呦呦呦呦呦 我的蚂蚁 小心 我也 对不起 哈哈哈哈 你不要在那过分的得寸 一会你 一会你梨子掉了 我跟你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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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要爱你 梨子差点掉了 嗯 梨子掉了会不会苦啊 会苦啊 怎么哭 假哭在那 假哭 假哭 哎呦 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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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雪开的王子呢 雪开的王子呢 雪休闲嘛 他在网上看到一个菜谱 他现在打算跟我们弄来试一下 今天晚上他提前做好 就明天早上蒸一下 明天早上就可以吃 4号晚上差不多11点的样子 嗯 刚刚今天晚上 差不多从9点过开始 我开始有感觉到那种 就是有一点震痛的公缩 嗯 现在我爸妈和小包子都已经睡了 我还在那看电影 因为 现在我打算记录一下 我刚才在网上 在手机上下了一个那种 震痛的那种记录仪 然后就是每次在震痛的时候 就可以标在那个记录仪上面 就大概就知道 嗯 震痛是差不多隔几分钟来一次 我打算一会差不多 如果记录到12点 如果每次都是差不多隔10分钟左右那样子 我就应该会打电话到医院那边 然后到医院去 现在就是我刚才记录差不多一个小时 然后每次差不多间隔都是10分钟 然后刚才的那几次差不多间隔是7分钟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再过一会吧 嗯 然后一会差不多11点过12点的样子 如果还是一直持续这样的话 我就要给医院那边打个电话 先记录 接着记录我这个公缩 然后一会看 如果需要的话 我一会就要去医院了 就 我现在还在看电影 现在一边看电影 然后一边记录 我的公缩时间 现在看的是这个蚁人2 好像没有蚁人1好看好像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接近12点了都 我刚才用这个公缩记录记录一下 我这个从差不多10点到现在的时间 先开始是差不多个10分钟一次 然后之后差不多是六七分钟 后来变成五分钟 但我最近的这一次也是差不多六分钟的样子 就是五分钟 10月25号早上凌晨的12点半的样子 现在我们正在去医院的路上 有一点紧张 其实包子哥也很紧张 我也很紧张 然后我现在差不多公缩是差不多六分钟一次 但是我的公缩不是 现在就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痛的那种 就是我记得当时我生小包子的时候 我那次去就是去医院检查 那次公缩其实要更痛一些 然后我当时到医院 当时就已经开了四指 这次其实没有感觉那么痛 但是因为是第二个孩子 所以说这边的医院 他是说就是比如说你每隔10分钟的公缩的样子 他就让你去医院了 去了之后有可能也会让我先做一次B超 所以说我们还是早点去好一些 刚才我们悄悄从家里面出来 我一会儿会给我爸妈发一个信息 所以说明天早上他们就知道我们已经在医院了 然后我也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能生出来 我现在希望的就是我到医院之后 医院不会让我回家 因为我当时在小包子的时候 就是我们第一次去的是医院 但医院觉得就是开纸开的太少 但是只开了一纸 他让我回家接着等 所以说我现在就希望我们到医院之后就能留在那 就能生孩子 就能就能留在那 就不让我回家的话 这样就好一些 现在现在就有一点点紧张 现在开始有一点紧张了 现在然后还有一点担心的就是不知道明天早上小包子会怎么样 因为最近都是包子哥去上班之后 然后天天都是我嘛 我和我爸妈在带 但小包子早上其实还挺依赖我的 就是他早上想要我跟他一起玩 然后早上起来 因为他现在白天都没有用尿布嘛 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还在用尿布 所以他早上起来换尿布 一般都会有爸爸在里面 然后他都想要我跟他换 然后我爸妈的话 他就是还是毕竟就是相处时间没有那么长嘛 所以说他还是更依赖我一些 不知道明天早上就是如果他起床之后 我们在医院两个都不在的话 他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会找我们找一会吧 有可能找一会之后还是会放弃 对还是有点担心小包子的情况 现在我们在医院的路上 一会儿到了那之后 见了医生之后 检查了之后再跟大家接着讲吧 现在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等待室里面现在 刚才我公说其实已经公说的明显比之前要通的多了都 然后现在就是到这里面来等一下现在 刚才给了护士给了我一些指动片 然后现在在我肚子上放了一个比较暖和的东西 说可以缓解一下公缩的疼痛 现在现在又开始公缩了现在 在那边 我现在已经开了三指多了都 所以现在就是我那个止痛药那些已经不起作用了 现在我要洗一下孝琪 这孝琪就是开始公缩的时候洗 然后就会让你感觉 所以有可能我觉得一会儿四五指的时候 我肯定就要开始上午痛了一会儿 你不懂了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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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四点过的样子 然后宝宝就出生了 就比我想象中快多 主要是开脂开得特别快 就是他说开到九厘米的时候 我但是都不敢相信 觉得怎么可能开这么快 然后就什么无痛都没有用 什么止痛药都没有用 然后就硬生了 他就直接开始让我推了 但是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 就这次真的是比生小包子的时候要痛得多 因为生小包子的时候 我当时打了过痛的嘛 现在就在这房间里面休息一下 现在宝宝在尝试喝我的奶 一会儿护士过来之后 应该要给他量体重啊那些 今天晚上的饭是这个汤 今天中午吃的是三文鱼土豆泥那些 然后早上吃的是燕麦粥 你看我们在给小包子视频 看小包子的大脸 小包子在看他弟弟在 小包子的大脸 在目的下 et stellen 来快倒喝 是真的呢 你还没还没放错 是就要有东西 在吃你 Carmichael 然后 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